早安 師傅 年初八 年初八 又是我們的子天招 年初八 今天又繼續討論這個 我叫九宮隔禮 九宮飛星的風水 九宮飛星 上次你討論給我們 刺激的方位 刺激的方位 原來我們看的是天南地北 跟我們平時在香港看地圖 說北在上面是不對 反過來不是不對 對 沒錯 上次提及的刺激的刺激 在1846這四個位置 18469 剛剛所有刺激的刺激都在旁邊 今天提及的胸性 散佈到2357這些位置 2357 有甚麼要留意 3字是最重要的 通常2五是病星 通常5是很大病的病星 還有3是重要的 為甚麼呢 因為今年的北方是太歲位 是超級重要的 是超級重要的 即是每一年都重要 還是今年的太歲太惡 不是 每年都重要 每年都重要 萬事萬多 太歲頭上動肚 是 一定斷手斷腳 太多 好 我們要看看如何處理這個太歲 那甚麼是在頭上動肚 動肚 在3號位 3號位 因為今年3號還有是非星 3號是是非星 通常是非星是送木 我們化解是非 是用紅色異象的東西 即是和氣身材揮春 正知紅色燈罩的燈 放在這裏 是嗎 或者那裏放多些紅色的東西 就可以化是非 即是化了它 是 但動肚就要小心一點 今年 范太歲的新潮 有 熟兔仔 熟老鼠 熟馬 熟羊 這些是有范太歲的 尤其是熟老鼠和熟馬 要小心一點 是 那動肚是怎樣動肚 其實就是在那個位置 有一張梳化 你就是搬裝梳化 已經是當動肚 是 即是不用鑿它 不用鑿它 不用鑿它 不用那麼嚴重 它都已經生氣了 它都已經有煞氣了 好消氣 有張床就換床的話 都是有煞的 那為什麼我這麼緊張那個太歲位呢 因為我太多的風水的例子出來 我曾經有一間很厲害的 很巨型的裝修公司 他說 哇師傅很邪 什麼事啊 我們這些員工呢 有四五個斷腳 嗯 有些去回大陸做事 一落車咬柴斷腳 有些就在香港跌倒斷腳 有些就弄了隻手 接著呢 我就在那裡看過 那間公司的平面圖 我就說 是不是在這個位置 你們移動了 是 接著就找回所有受傷的東西 受傷的人的生日 全部都是煞太歲 還有在那個位置裝修 全部都是動肚 嗯 即刻就是斷手斷腳 那就是最好那個位置 全年不要動 是嗎 是 就是擺定了就不要動 所以我不應該說一件事 給別人聽 因為如果那些心腸不好的話 就可以拯捕人 說真的 不是啊 那他自己過去動 他都 他沒有犯太歲 這麼衰 是的 我有一個叔叔 也是 叫他不動 沒有什麼動 他就換了個櫃 無緣無故 穿衣服 吸樓梯都達到 就是達到腰 所以這個是萬事萬靈 很多人都知道 動肚子就動肚子 如果加東西 例如我多放一些東西 他會不會都捉弄了它 但多放一些東西 不是很重要 不要移 就是移椅子 移床 加個櫃 這些真的不好 當然 最嚴重的 加個櫃都不好 就是不要在上面轉東西 對 大動作 都說最嚴重的話 真的是 拆了廁所再起床的話 這麼巧太歲位的話 那就大件事了 我們通常叫人家是什麼 你搬出去吧 你先搬出去 你先不要搞太多事情 這個是最危險的 太歲頭上的動肚子 是最危險的 嗯嗯嗯嗯 首先你那年犯太歲 你家裏面 或者公司 這樣又算不算 公司也是 譬如你那年犯太歲 你北面的 無論在公司或者家裏 是今年的北面 今年的北面 就是太歲位 如果你坐正在太歲位 那怎麼辦 坐在太歲位沒有問題 哦 你沒有動 每天坐在這裡 你不是動桌 動椅 但是沒有所謂 坐正太歲位沒有問題 OK 好 今年三底就是試飛星 是 白金紅色的東西 是 第二個我怕是病星 是 今年我經常說 五黃病星是最害怕的 是 在東面 原來東是代表屬木的 本身 五黃病星 關於木有病的話 是 木是代表關於枝架 五黃我們通常是癌症 如果是很差的話 是容易有癌症 那 木是處於肝臟膽臟的 即是如果你的廚房 剛剛在五黃病星正東面的話 這樣就大件事了 因為如果是不斷燒的話 其實 一路用火去燒旺五黃病星的話 就容易 全家屋如果這麼巧 他的生肖 或者他的命掛 熟陣掛的話 他就容易生肛癌 膽有事 這個很重要 或者骨有事 我曾經做了一個例子 在外國的就是 他下面 因為我曾經做一個例子 在外國 下面就是廚房 上面就是主人房 即是同一個位置 同一個位置 下面就是流年的五黃病星 上面那個主人 不知是外國人 就是那一年就患癌症 所以我們一定要 我們很擔心 二黑和五黃 我們最擔心的是五黃病星 即是不要誤信邪 我寧願 我寧願 你拿爐走出去 打邊爐也好 用少一點的廚房 寧願天天叫外賣就算了 即是不要生那麼多火 沒有生那麼多火 這個五黃是重要的 如果用電爐會不會幫到少少 也不要在那個位置熱 電爐有熱也不好 最壞是電磁爐 是嗎 因為電磁爐是電磁波 其實電磁波是有輻射的 在外國 尤其是日本 電磁爐 電磁波會影響到人的身體 這個我真的要檢查一下 因為我有個專業的廚房 火也有 電爐也有 用電 我們就叫做引導 至於是不是電磁爐和輸出多少 我真的要檢查一下 電爐和電磁爐很容易 電磁爐不會熱 電爐是會熱的 熱不熱 熱吧 熱的話便沒事 電磁爐不會熱 電磁爐就是爐面 電磁爐而已 電磁爐而已 電磁波而已 我們要小心 其實那個五黃 如果我們不是在廚房 會否好些 如果不是廚房 在氣口也不好 甚麼叫氣口 剛才你門口到的 開山門有些風 或者剛才那個五黃 在你冷氣機的出口 都是會加強病性 我們風水裏面有一件事 就是吉星可以動動 就是上一集說過 八仔星可以有的動動 九仔星可以動動 一仔星可以動動 因為吉的能量可以動動 不好的能量便要靜止 就是有些空式便不要動它 打個五黃病星不動 通常是甚麼呢 我們有很多教人來放 鎮韻水或者叫鎮韻水 就是粗鹽裏面 放六個銅錢 讓它氧化 這個也可以 通常我教人家放一些大的銅片 就像A3 size 這麼大的銅片 放在那裡便可以 接著附近有些 我們放一些胸 病就敲響那個胸 便可以 因為最重要就是 金屬的響聲會發病 而且那個位置有很多銅 亦都可以發病 當然不能坐的位置最好 但香港的房子這麼小 難道不坐嗎 坐著就好了 我們說在五黃那個位置 千萬不要有紅色的東西 我們說不要有紅色的東西 例如人家把粉紅色色沙發 粉芝色沙發的話 那年可否鋪一塊藍色布 灰色布鋪一鋪 下面坐著一塊銅片 其實便可以快便 那這個就是 哇 寫下了很多東西 原來病位 本身有很多東西要留意 那今年就撞正一個五黃病位 是否這個意思 有一個五黃病位是冬眠 你睡著了冬眠床 都不一般 那通常是什麼呢 冬眠床 通常是氣管問題 只不過如果冬眠有洞 有煞氣 不幸運的話 我們說五黃間交大部分都有 除非那個剛剛是缺角 有了空一 上次說過的 有些鑽石型的屋子 不是四方形 每間屋都有 是否需要害怕 其實不算特別害怕 我們怕是什麼 五黃病星 外面見到有煞氣的東西便害怕 這麼巧你的窗口是五黃 然後外面有一個大的動土工程 這樣便害怕 是 即是包括原來你的太歲位 自己太歲在這裡 自己不動土 但是你這麼巧 北面有一個大的地盆口 在動土 那個太歲動土是更加厲害 更加容易有意外發生 外面的動土 我們是較難化解的 即是要跟他們鬥 裡面的動土 我們自製動土可以避 有些風水也可以擋一下 我又想問 如果有一個地盆在外面 位置已經不漂亮 但它未動土 即是荒廢的地盆 那是否影響暫時會較小 暫時會較小 暫時會較小 我們通常隔壁擺什麼 就是鋁質百葉窗簾 因為鋁質百葉窗簾 是金屬 百葉窗簾 窗簾是怎樣 你不需要刪除 你刪除了一條戒 外面看起來好像一個盾牌 保護你 裡面看起來好像一把戒刀 戒刀和面鬥殺 白色也可以 銀色也可以 代表一個盾牌 保護自己 這是一勞永逸的 鋁質百葉窗簾 在化殺和保護間屋的風水 是挺好的 我又想問一下 那個高度 例如你自己的屋 例如你很高的 地盤是很矮的 是否會少一些傷害 沒錯 越緊地盤就越煩 即是有時候 你這麼巧 等大廈 慢慢慢慢起 旁邊慢慢起 起到你那層氣才會生病 剛好對面也會生病 剛好會阻擋氣 剛好會阻擋氣 剛好阻擋氣 你可以說到 剛好起到那層 那層一定有很多灰塵 就直接進來 你的空氣已經有問題了 接著會很吵 你的聲音也容易有問題 令你容易情緒化 或者睡得不好 或者有噪音 所以那些病就出來了 那些病就是出來了 都是有些根據 其實一部份是很科學的 一部份是很科學的 只不過 他用了原諾的說法 氣味煞 聲音煞 又是視覺上面的灰塵 其實以前他們 中國不懂得用科學去說 有氣味就會容易發生什麼事 視覺上面不平均會發生什麼事 其實現在腦內的科學 會告訴你 腦原來喜歡看平衡的東西 如果有些東西不平衡的話 腦就會自己補償 那樣東西令到你平衡 其實就會有一個幻象在這裏 人就容易有一個不安全的感覺 不平衡的感覺 所以我們很多的去看 為什麼人們去追求外面的環境要很漂亮 要很開揚 其實這就是令到你腦內的情緒化 很開心 沒有什麼逼逼夾夷 個人很開心 一大片綠色 全部都是你的腦去做事 你的環境去做事 所以真的是一分錢一分貨 什麼叫一分錢一分貨 就是那些好的環境 那些通常是 普遍都風水好 都是有錢人住的 他們越有錢就越看到好的環境 你想想那些劏房有幾好環境 他們就受到壓力 有些人不開心 這就是會令到你的腦 發生了一些問題 所以最重要的人是什麼 一定要自己很安定 是 我們說人定聖天是怎樣 人定聖天 人定聖天 你一個人很定的話 天烏梨馬產 你也會成功 是嗎 我以為人一定會聖天 原來人淡定就會聖天 天是什麼呢 天就是很多世俗的雲吏 你見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但你不定的話 你就會看到外面的天的影響 當你定的人定 放鬆 你只不過是觀察了 外面的東西影響不到你的心情 你很定的話 你就可以聖天 明白嗎 你剛才說的 除了原學 除了很多的科學 我覺得也是很多的統計學 所以我覺得 都是一個很高深的學問 不高深 不高深 只要有一個師傅 肯說秘密給你聽 就不高深 有師傅說秘密 肯說秘密 就不高深 每一件事都是你要跟一個師傅 只不過中國人很差 經常都是留兩招 留三招 就是沒有進步 最好就是一起共享知識 這是最好的 我們之後 還有三招 最後有一個耳仔星 耳仔又是病星 正男便 耳仔又是屬肚 正男方 是火心旺的肚 都容易有病 火的病是甚麼 心臟血眼 本身容易有事 哦 不同位置 這個二和五兩個病位 對 心臟眼 對 一樣是放金屬的東西 化病 也是銅片 所謂是金屬化病 好 中間七仔 是賊仔 我記得你剛才說 對 上次說是賊仔 你知不知 我以前 很感慨 你知不知我賊仔 教別人擺風水 是擺些甚麼 擺些東西 擺些東西阻礙他 是 擺閉路電視 不是 擺一支警棍 哎呀 新宿的 不是新宿 以前 有些警員區下報 或者有些甚麼 我叫人擺一支警棍 為什麼 你知道我探氣 我現在是沒有叫人擺警棍 是 因為現在警棍在別人的想法 那個異象 是有可能有些不好的東西 是啊 聽到都知道 所以聽到都知道 所以我現在是擺甚麼 是擺鎖 哦 即是一種捍衛著的一種異象 鎖住別人的東西 鎖住賊的東西 我擺一個漂亮的鎖 應長就是鎖住賊仔 以前我們打算擺一支警棍 去嚇賊賊仔 嗯 但是現在很多人的意識 就是警棍有可能有其他的傷害性 所以我 是不應該的 警棍應該是正義、公義 這樣用的 所以我 因為我自己都有警棍 我也是有賊仔 可以買到的嗎 警棍是我的客人送給我的 哇 為什麼你有的 我們是警員區下報 甚麼甚麼甚麼 紀念品 對 紀念品 然後送給我 很開心 我不用找 我們有時候會找一些警察的模式 警察的模式都有 我們現在就教別人擺鎖 擺一個漂亮的鎖 就鎖住 擺那個位置 鎖住 有一個異象就鎖住那些賊 即是有種捍衛和鎖住的意思 沒錯 我想問 剛才你說擺甚麼 其實這顆星會影響甚麼 即是你會不見東西 破財 要看回房間的兩個星盤 那個向山盤 還有我們有一個盤 如果你這麼巧 有一個叫三七或者四七 叫財多秘道 財多秘道 就是你如果放一個錢包 在那裡的話 那些人會看到就會拿走 是直接偷東西 是真的 我是去到那間屋 就告訴別人 你們家裡這個位置 有人會偷東西 是很準的 是很準的 但一個是三七和四七 這個組合才會有 叫財多秘道 嗯 嗯 那即是今年 這個賊仔的位置 就去了一間屋的中間 在中間的話 是少一點機會 因為我叫入籌 是 中間其實已經坐牢 那賊仔 哦 即是沒有那麼大威力 即是每一年 那個九公非星的中間 都會飛 即是叫入籌 嗯 就沒有那麼大威力 是的 在19年 是八制星入籌 哦 是不好的 即是財星入籌 是的 就是困住了財星 所以香港突然間 各種東西都差 全世界都很差 就是財星入籌 哦 原來有這樣的 這個就是我們的房子 在辦公室都是一樣的 都是照樣放的 如果在店舖都是一樣 一樣照樣放 沒錯 嗯 那整個香港會不會都關係 放到地圖去看 全世界都關係 那就是中間那裏有賊 中間那裏有賊 中間那裏有賊 但我們說要一個中間 叫做一物一泰極 什麼叫做一物一泰極 你一個圍住空間就可以了 即是你一個九公格 可以在你房間裏 再分九格都可以 哦 嗯 那這個就很仔細了 是的 再更加細一點 好 兩個星期我們就說了九曲飛升 你看我寫了多少的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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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多似圓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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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